余端白板上,余端上面 然後教學論壇嘛 所以你們進來之後 反正就一定會找到一個教學論壇的路徑 那基本上你點開來之後 假設你有加進來這個路徑 應該就可以看到我們每次上課的清單 那目前的話 可以看到已經剛好就一半了 比如說上個禮拜 就是第五次上課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已經講 就是課程已經上了一半了 那另外的話 今天大家應該有收到這個上課的書籍 這個書籍的話 主要是給各位參考的 裡面的話當然有很多其他的範例 那範例的類型 其實跟我們上課的範例 似乎有一些些是接近的 但是解的方式不太一樣 請供各位參考 那當然呢 書上面寫的 有的時候是比較瑣碎一些些 然後 另外當然 像這本書 它其實蠻暢銷的 所以新的版本 舊的版本 其實它會改一些程式 我發現它以前有些舊的程式 反而不能run 那它變成就要修正 這個可能 而且以前的版本 節省是有負光碟 現在好像都不給光碟 除了節省成本之外 其實自己下載其實蠻方便的 就是 請各位還是自己再把原始碼 把它下載下來稍微看一下 那它的寫法跟我的寫法 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覺得它的程式碼寫得不太合你的胃口 沒關係 你可以改 改成你習慣的寫法都ok 我前面講過 就像我會參考別人的書上寫法 但是最後我會寫成自己習慣的寫法 因為如果我用別人的寫法 實在是怎麼看就怎麼樣不習慣 ok 所以你沒關係 你盡量 最好是可以慢慢揣摩出一個自己習慣的寫程式的方法 那如果你慢慢可以揣摩出那個方法之後 你會發現寫程式 就會慢慢越來越有自己的味道了 ok 那也就是說 你怎麼寫就會覺得怎麼樣親切 這個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這一點我蠻 蠻強調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要只是抄別人的 我發現有些人都抄來抄去 最後沒有自己的風格 寫來寫一句 奇怪怎麼 初一十五不一樣 寫出來的東西 程式怎麼 就是不太統一耶 感覺就怪怪的 ok 大部分其實有的人就是 Google來Google去 他們有就把它Copy貼上來 可以亂就ok了 那這樣其實有點不太負責任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想出一個方法 盡量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統一的寫法 然後以後的話 當然好處就是說 你也比較不容易寫錯程式 ok 這個可能還是需要時間揣摩 那當然剛剛講的這部分 是真的很花時間 因為你會發現 每個範例 光你要重新再去寫 寫成你自己的樣子 哇光一個範例要花多少時間 對不對 隨便一個題目 恐怕你做一個小時過去 不見得寫得出來 而且寫完之後 還不見得熟練 因為寫程式 你要能夠將來 這個很 把它融入到工作裡面還有一點 除了會之外 可能還要熟練 熟練這件事情 也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辦得到 因為你不是工程師 你不是每天在寫程式 所以 假如說 你不夠熟練的話 我是建議 盡量可以把它整理整理 也許 你把它放在一個 你也許哪一天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 它有一個範本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本來工作都跟程式無關 那無關的話 你說真的 你不可能像工程師 每天都在寫 因為像我每天都在接觸程式 那就很直覺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那是不是說 要不就是說 你可以營造那個 怎麼講 那樣的環境 就是你每天都有寫程式的習慣 那OK 那絕對沒問題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不是想一想 是不是將來 可以把上課 講過的東西的範本 也許 放在一個地方 將來如果要的話 至少你可以 複製貼上來改 有沒有 至少有一個 算是什麼 一樣化古爐的根據吧 不然的話 如果說叫你從無到有 要寫出來的話 那真的大部分同學 應該是很難吧 除非你每天都在寫程式 這個可怕要思考一下 那因為 現在的 大環境 其實都不斷在 在改變 而且對於 那個處理資料 這件事情的需求 還蠻大 以前資料量 這一點點 隨便人工處理一下 就好了 但是現在資料量 就是非常龐大 所以這麼龐大的資料 你就沒辦法用 那個人工的方式處理 所以可以想想看 盡可能 當然要花一點時間 養成那個什麼 寫程式的習慣 當然你會慢慢發現 你會有這方面的素養 我覺得這素養很重要 程式素養 有沒有 因為很多人其實沒有程式素養 沒有程式素養 當然你就思考的方式 永遠都在土法煉綱 OK 就是說你沒有這方面素養 你要培養那方面的素養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主要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檔案讀取 這寫住一個字 把它檔案讀取之後的話 當然我前面講過了 你Read至少有三種 Read全部讀 Read-Live讀一行 Read-Live 把它每一行都讀取 那Read-Live的話 它就是一行放在一個串列的 一個index 有沒有 一行放在一個index 也就是它會放很多行的資料 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這個的話很重要 因為將來很多時候 檔案會結合放在串列裡面 這個其實還蠻常見的 當然不是只有檔案 可能像資料庫 可能像外部的資料 可能像網路上面的爬蟲 爬到的資料 那最後其實會放哪裡比較多 其實大部分都會放在串列 的機率是最高的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串列型態 假如說你不太熟練的話 將來在應用上面 一定就會產生問題 什麼叫串列 如果你對串列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要把上個禮拜的那些 課程再稍微複習一下 另外的話 讀取切割 當然讀取的部分 當然你要做切割 切割會有Split Split的話 也就是我們把什麼 上個禮拜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把某一個檔案 放在哪裡 我是把它放在C碟底下的這個目錄 然後我產生一個ENG點 有沒有這個 然後我要把這些 成績 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你會發現 讀進來之後 用Read Line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Read也可以 反正讀進來之後 要切割 切割用Split 可是Split它切完之後 它會把這個原來的數字 當成文字 當成是文字來處理 所以會變成89的一個文字 那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89的數字 而且它裡面有這麼多的資料 那也變成說你要一個一個 逐一把它讀進來之後 逐一的把它轉型 因為串列裡面不能說 我現在一次全部都要把它轉成某種型態 不行 所以變成怎麼樣 可能想到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回圈 把串列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一個一個讀取 一個個轉型 一個一個再寫回去 所以這一段程式的話 上禮拜講 在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而且盡量要把它熟練 因為將來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把它讀進來之後做什麼 把這些做 總共好像五件事吧 第一個算一下裡面到底有幾個成績 幾個成績就幾個人 幾個學生 第二個的話算總分 把它全部加總在 第三個的話算平均 第四個算最高分 第五個算最低分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這些給做出來 當然 將來你也許 必定拿我們上課的範 你可以拿你自己工作上的資料也OK 因為其實就是統計分析 把資料叫進來 那資料類型當然不外乎像TST 甚至未來我們會用到很多CSV 或者是說Excel的檔案 然後讀進來之後你就要處理 OK 所以上禮拜的東西 請各位再把它稍微熟練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 我印象中應該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五個單元裡面 應該放在檔案讀取 在這裡 這個地方 OK 那在 我們其實 這個是Member 就這裡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是 把這個ENG的檔案讀進來 對不對 用ReaderLine 當然你可以用Reader也OK 因為Reader是全部讀 ReaderLine也是 因為現在是宇航 OK 然後再利用Sprint 把它根據 豆點做切割 當然未來 如果你不是豆點 你就可以別的 像 好像全程有限地址 這不是豆點 它好像是空白 所以空白的話 你就是用空白去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層積放過來 它會是文字 所以我們便能跑一個回圈 把它每個層積一個一個 讀進來之後的話 轉型再存回去 轉型再存回去 你可以看到那個School裡面的成績 就會從文字轉換成數字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將來如果你是要形態不正確 你就沒辦法計算 因為文字 沒辦法加總 也沒辦法平均 也沒辦法算最高最低分 OK 所以後面的部分 就可以把結果算出來 另外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存檔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也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資料 全部串在一個S裡面 OK 所以S部分的話 串 上個禮拜好像同學 比較會有疑惑的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的S 沒有空置串 可是你說FOR迴圈裡面 為什麼它會先在FOR迴圈上面 先多一個空置串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增加那個空置串的話 你產生的變數就是所謂的區域變數 那區域變數的話 就是在FOR迴圈裡面才能夠用 跳脫FOR迴圈裡面就不能用 那將來輸出會出問題 OK 這裡的話因為沒有FOR迴圈 所以沒有一個空置串也沒關係 這個概念 因為我發現滿多同學都搞不清楚 所謂的全域變數跟所謂的區域變數 因為很多同學以前可能沒寫過程式 那沒關係啦 不管這個概念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慢慢你就培養 培養有這個素養之後 以後寫程式就會 好像就會變成很 很稀聰平常的 有沒有 如果以前你有學過其他語言 其實應該也會有所謂的全域跟區域變數 OK 那再來的話當然就是把那個Member 把它讀進來 這個資料總共有50個會員 那這個會員裡面 後來我們有做個變化 就是說如果我只希望前10個會員 跟姓名還有手機這兩個欄位的話 那我應該如何做這個資料的分割 有沒有 只有10個 只有10個其實可以從回圈裡面下手 回圈裡面不是有FOR迴圈嗎 那Enrange 0到10 所以11就可以了 那就前10個會員了 那如果兩個欄位的話 那一樣兩個欄位就是先切割 切割之後取1跟4就好了 這上個禮拜的重點 所以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表示你回去有練習 那如果你覺得 好像老師你在講什麼 不太清楚 那可能你回去都沒有重做 所以差異應該會蠻大的 如果你有重做 那你應該會有印象 有沒有 但如果你沒有重做 可能就會需要回去再花時間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 每一段程式都很花時間 OK 那什麼時候才確定說你是學會的 真的你要寫出來才算會 你說你好像會 那根本就是只是好像知道而已 那你會寫程式嗎 你只是用嘴巴寫程式而已 很多人僅止於此 最重要是你要寫出來 OK 然後呢能夠應用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工作上有沒有什麼資料 可以跟這個結合 OK 如果上班有時間 反正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一下 你可以run一下 run久 你Python就已經非常的純熟 甚至以後你程式越寫 越有心得 越有興趣 所以你想說 我想要轉其他的 這方面的領域 OK 也是啊 其實之前蠻多來上課的學員 就有這種 就是本來他不是這方面專業 但是因為學了 因為有興趣 然後慢慢就問我說 老師我這樣我可不可以轉 我說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你有心的話 只要你願意花時間 而且這東西是最新的 很多人也不會啊 不是說你不會 別人都不會 那新的單位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那你就可以去了 後來他真的有個缺 他就補了 他就換領域了 沒有不可以啦 那當然另外你也可以異業結合 比如說像現在金融產業 Fintech 也是需要這方面啊 因為你說金融分析師本來都會嘛 誰會啊 以前學商的 有學程式嗎 對不對 商學院其實說真的 商學院有必修程式嗎 也沒有啊 所以其實也不是只有你不會 別人都不會 但是你如果可以把這個專業 結合另外一個專業 那一加一又大於二了啦 OK 而且這方面真的太缺了 有沒有 兩個專業都能夠做好的 真的太困了 一個專業都做不好了 可能的話兩個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相對的你會比別人能力成功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就是講到 上個禮拜呢 最後有提到有關就是說 把什麼呢 把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把它讀取出來 然後呢 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這個其實也相當簡單 其實如果你用別的程式語言寫喔 那寫這個真的很花時間 但是你用Python寫喔 真的很簡單 那我們最後的話呢 上個禮拜的影片在這裡 所以每次上課都有喔 回去的話可能還是 就是多花時間 反正如果你 不太記得什麼 怎麼寫 沒關係你就看一下 然後記得一定要實做一下 OK喔 真的還蠻花時間 但是有的時候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覺得這個時間過得還蠻快的 有時候一整天 奇怪 怎麼白天一下怎麼晚上了 時間過得飛快 好像我 當然前提是你要喜歡啦 像我以前自己是 其實還蠻喜歡寫程式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分享 然後呢 這也是很樂於 教人家寫程式 雖然呢 所有電腦課程最難就是教程式 因為程式太抽象了嘛 怎麼教 所以很多老師最討厭 就教人家寫程式 OK喔 那 剛好我自己喔 喜歡啦 所以我就把這個整理一下 另外我知道很多同學喔 聽一次就懂得很困難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 所以回去 你們自己在看過喔 所以上禮拜最後是講到有關 合併全省郵局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做個複習好了 其實上個禮拜是這樣 第一個我是把全省郵局地址的那個範例檔 解壓縮到桌面 我是放桌面啦 那當然如果你要放別的地方 你就就是用把那個路徑改一下 路徑部分的話 我建議是直接點上面的這個網址列 按右鍵複製一下 我是放在這個是什麼 C冒號斜線的users 然後這個名稱是TypeX 然後桌面是Distop 然後有一個目錄 裡面的話總共有25個檔案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OK 不是塗法鏈鋼 以前塗法鏈鋼 用Ctrl-C Ctrl-V的貼 但問題很浪費時間 如果你不想浪費時間 在這種重複性的動作上面的話 那你需要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我們有個目錄了 第二個的話我希望得到一個 這個O.TST 就是合併的結果 這個是已經合併完了 然後另外每個檔案跟檔案中間是兩個換行 那做的方法上個禮拜講到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這個不存在嘛 然後呢我們要Run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的程式基本上就只有9行程式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利用那個什麼 就是OS的這個模組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先Import OS 那至於OS能夠做什麼 其實我在雲端上面有稍微補充一下 你們可以在那個雲端的講義裡面 應該是在第幾頁看一下 在底下這邊 我有放一下那個 有關OS 這個模組它能夠做什麼的一些相關 而且甚至把那個最常用到的 用那個黃色的底色幫你Mark起來 它當然能夠做到 其實大部分都能夠做到 包含WALK WALK是我們會用到 WALK就是把那個目錄裡面的檔名 副檔名 幫你列出來 當然除了檔名跟副檔名之外 它還可以列出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OK 所以其實喔 你假如要拿它來做一些檔案處理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另外的話它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檢查目錄是否存在 OK 那檢查目錄是OS.pass 刮斧裡面的話 給它一個路徑 它就會檢查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刪除檔案 remove檔案 然後重新命名 刪除目錄 這些其實都做得到 OK 那其中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OA.WALK 其他的話還有像 去掉路這個比較少用到 然後檔案大小這個也有 OK 那所以呢 我們後面的話 就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路徑裡面 所以我們給這個路徑 把這個路徑 剛剛那個路徑貼過來 然後呢 產生一個list 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檔名 副檔名所有的資料在這裡 那把它從0到最後一個 分別把它讀取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把那個全程由於的地址 的這個資料 幫我把它帶過來 那當然第一個 會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三重 OK 三重過來幫我開 開的話全部讀 讀完之後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再來就是開 O.TSD O.TSD 我放在桌面上面 那幫我把它用append的模式 那append的模式 特別是喔 你這邊當然你不能用w模式 因為如果你w模式的話 它會複寫 然後呢 寫出去的話 就是把我們讀取的 比如三重裡面的資料 寫出去之後 後面再串兩個換行 OK 然後把它關閉之後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那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目錄裡面的 三重打開有沒有 然後讀取到C裡面去 然後幫我寫到O.TSD 寫出去之後的話 然後換下一個 再中立 直到呢 最後 封原全部都讀完 讀完之後 就合併完成了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 哇 這城市九行就完成 其實還蠻精簡的 那其中的話呢 讀取的話 是這兩行 然後寫出去的話 是這三行 所以也就是說 有兩行負責讀 有三行是負責寫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你們甚至可以拿這個來拼裝一下 以後你假設要做檔案合併的話 其實稍微改動一下就可以做出來了 因為我發現工作上很多時候都會需要 把大量 比如整個資料夾裡面的資料 全部合併成一個檔案 這個需求還蠻多的 蠻常遇到的 就不外乎就是 合併 不外乎就是分割 有沒有 合合分分分分合合 OK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合併完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執行完 它這邊就是合併完成 然後呢 我們可以在桌面上就可以看到 我剛剛看到的這個O.TST了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所有的 包含三重中立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南投 一直類推 一直到 豐原吧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再延伸 延伸什麼 我希望 幫我把O.TST怎麼樣 把它產生之後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後續呢 當然理論上之前 我寫完這樣子 其實就OK啦 不過有同學會說 所以我經常 我們經常會這樣子 合併完之後 最後還想要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先 刪除掉 因為這個就不需要了 然後產生一個O.TST 就過來了 所以喔 產生完之後 那我希望把舊的檔案刪除 那刪除完之後的話呢 下一個步驟就是說呢 我希望再把 又重 又把O.TST 再還原到這個資料夾 裡面呢 就是產生25個檔案 有一個cycle OK 可以過來有沒有 可以過去 過來之後的話 換成這個O.TST把它刪掉 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我只要兩個模組 就可以做到一個是合併 一個是分割 OK 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喔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呢 稍微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 再來後面的東西喔 當然相對的會更加的複雜一點點 OK 不過你會發現啦 雖然複雜 但程式其實也不算複雜 程式說真的就是 兩行負責開 三行負責寫寫 有沒有 然後外面包一個回圈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檔案的合併動作 那這樣比起你以前做什麼Ctrl C,Ctrl V 我覺得是來的有效率太多太多了 那所以呢 要怎麼樣可以避免掉就是說 每天都在做那個Ctrl C,Ctrl V的動作 這個可能喔 還是想想看 如果將來你的工作上面有遇到類似的需求的話 記得喔 不要再做這個 一些 吐法煉鋼的事情 感覺好像真的沒有效率啦 試試看喔